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屈玉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分析一下這個 台港澳版明天出的中華學院創設計轉蛋賽A的部分吧 那我這個辭職是這一次六週年的活動的賽A辭 那我知道前兩天的官方直播大家看完了 應該有蠻多想法的 不過今天這不是討論的主題啦 那我想關於直播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許就禮拜五或禮拜六的晚上直播 我們可以再聊聊這部分 那不過我們今天就還是比較聚焦在角色分析的部分上面吧 因為這一次不知道為啥角色分析技能組特別找出來 那我們就先稍微講一講 不過這一次嘛 據說啦 聽說會有蠻多詞的 目前說有確定有賽A 賽B 跟賽C 整個六週年活動一路是到六月六號 我不覺得只會有三詞 所以應該後續後半季 也就是這個學員創設計轉蛋結束之後呢 應該還是會有其他篇章的轉蛋 那至於強度會是怎麼樣 老實說我也不會通理啦 所以我也不能說這個 後面那一隻的強度會怎麼樣 那不過我們今天就還是以混沌跟順這兩隻 來稍微聊一下吧 那夢遊幻境之女王混沌 惡魔幻想均衡行 三圍的話是43270 6170 6170 注重技1 CD6 解蛛駭入孰境 傷害障礙珠各轉6個炸彈C珠超大 特殊注意外轉C珠 中下黃衝能珠4 黃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1萬 黃跟C珠增幅 黃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75 那五回合的版面擴張30 那G2是CD12 解除駭入 屬性傷害障礙珠各轉6個C珠超大 特殊珠以外轉C珠大 中左黃衝能珠3 特殊珠以外轉C珠大 C珠轉前頭C 左下黃衝能珠3 C珠強化36 屬性珠傷害珠C珠增幅 黃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75 那五回合的版面擴張30 CG的話是給予單體傷害 威力是攻擊力的125% 那再以自身回復力為比例的傷害 威力是攻擊力的125% 那被動1的話是 自身在前頭可以不受傷害破壞珠影響 也可以防毒還有自身25技能推遲抗性 那被動2的話是 紅色珠轉黃色珠 藍色珠轉左側C掉落 黃屬性黃跟傷害珠連鎖C珠深層縮短36 被動3是回合開始時 黃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5000 最多提升10萬 自身跟左側呢 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5000 最多提升10萬 然後被動4的話是 當藍屬性敵人在藏上時 對左側跟自身施放害率無效 障礙珠連鎖 掉落3個左側炸彈C數超大 一個黃破壞珠 那以這個技能組來說是 我們先看CD6吧 CD6的話有一個是疊三圍 然後轉版 然後還有增幅跟版面擴張 不過如果你真的說要 CD6這樣子的技能組的話 我老實說啦 我可能還是會傾向用順 因為順在-CD方面還是蠻方便 雖然可能真的沒有洛西之類的 就會變成說輸出可能就差那麼一點點 但是整個表現來說 我可能還是會傾向用順 因為我還是喜歡那種-CD給予人的泛用感啦 這個是算是個人的使用技能傾向 那這部分的話 就看你自己會喜歡 有混沌的被動2的藍轉左落呢 還是你希望你可以再配其他洛西 然後去讓順的增幅更痛 然後版面擴張少了一點嘛 本來是24吧 我覺得是24 然後這邊是30 就可能會是 有些地方會稍微弱一點點 因為如果真的順跟 有人就會說順跟 混沌到底能不能一起用 呃對 因為一個是中左黃衝能珠 一個是左下黃衝能珠嘛 就中左會互蓋啦 那中左反而是讓混沌 這個CD12最恐怖的技能之一 就是特殊注意話轉C數大 然後馬上再強化 其實這個技能組 有玩過 愛玩維基爾都會知道這個 這個技能組有多麼的 多麼的不可獎勵啦 轉滿版然後再C數強化 就又等於說 30顆版面 然後如果扣掉一些爆彈 我們覺得76版 我就算50好了 那就50多 又多50顆炸彈C去炸版 然後又是加36 本身呢 爆彈應該就會是炸滿大的 結果又會是炸幾乎是50個 整版的能力 那我覺得 這個輸出面怎麼樣是 大家就自己看吧 那不過有點蠻可惜的 就是他的增幅是 是給小的啦 沒有給到很OP說 就是一回合輸出 是疊藏基戰 那這種疊藏基戰的話 卡頓程度會是比 會是比阿妮那種有回合 會是 這種 永久疊的 增幅呢 會比絕牙那種 稍微順一點點 只要沒有回合限制 就還是會順一點點 但疊久也是會卡啦 所以大家就可能需要自己考量一下 就是那種兩三回合的增幅會特別的卡 然後第二名就是這種永久疊 大概疊個十萬 之後就 也會開始有那麼一點點卡 那這個 這個就是 要先生跟大家先說一下 說明啦 這個 之後卡起來的程度會怎麼樣 有待測試 那我們聊聊他被動吧 被動目前看起來是 有技能推遲抗性 那技能推遲抗性 有多煩大家應該也知道 25%技能推遲抗性 也就是說應該是每扣四回合會減一回合吧 那好啦 那如果你說你延後三回合要怎麼算 你延後兩回合要怎麼算 你延後兩回合 25%減1.5嗎 那1.5在這個到底四蛇五路呢 還是會自動變成1 目前來說不確定 但是就 這個東西也是要實測 那技能推遲抗性嗎 我覺得 真的是只有超級超級麻煩的高難 才會有機率出現 把你周回關卡放那種東西 那就用平坦你補過去就好 就不要太蛇王去點輸出啦 然後 弱版面能力也是不會太長啦 至少有 雙射弱 一個是弱射珠 然後另外一個是弱 呃 是弱 C珠這樣 然後可以配上增幅去 算是補一個火力的攻擊啊 但 一定會很卡 然後 被動3的話是 自身跟左側 然後又是黃屬性的話 就可以最多提升20萬 然後一回合加5千 但我覺得正常來說 應該不會跌到滿 就到王冠 那被動4的話 因為又是要看對面屬性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看看就好啦 呃 不是說 隨時都有辦法對應 對面屬性嗎 因為也許有可能 這個禁王冠 欸 突然轉個屬性給你 也說不定 所以 被動4的話 就算是在有狀態的時候 多一點點輸出 然後再多一個效果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 實用性倒也沒有到特別特別的高 所以目前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我覺得 技能組是 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但不過用起來應該 在實際上的順手程度 可能還是沒有順那麼好 老實說 我會覺得還是沒有順那麼好 不過就是 也是需要去實測嘛 因為畢竟 你說如果為了拼順 然後0.3 沒啥必要啊 覺得這此陣 沒啥必要啊 因為順就給他 0.5 0.5 或者是 0.5 0.7吧 其他隻 機率可以小一點 因為畢竟我覺得是週年啦 這個機率給到0.5 然後其他又0.3 老實說是覺得 是覺得有那麼一點點沒必要 真的喔 我真的覺得這次 確實是有一點點 那麼沒必要啦 那不過 整個技能組的泛用性來說 是 算還可以接受 畢竟順跟混沌的話 應該有機會是撐起荒屬性的大旗 但兩個角色 實際放在一起的效益嗎 嘖 我不看好了 老實說 兩個放在同一隊 第一個 充能珠會撞 然後C珠政府也會撞 其他是還好 但是我覺得 光是充能跟C珠政府裝在一起 這兩隻 基本上 就應該是沒有機會 在同一支隊伍裡面見面了 不過 就再看看 到時候用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但我覺得 應該是 應該是還好而已啦 那之後還有B池的部分 那B池的公告會是在 我記得公告好像是寫 5月6號會有B池的消息 然後我們就到時候再看看B池的技能組 是長什麼樣子吧 因為畢竟 B池也是以江子牙跟順為主 那如果C池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呃 陶魯的可能性 吧 可能會有陶魯的可能性 所以 呃 如果你是陶魯組的話 可能 蹲到最後 一點點 會 好一些 就是稍微這樣子 提一下 好啦 我知道這一次這個六週年活動 一定是很多人 有 很想要聊的東西 那我想 今天我們就先 先不聊這個啦 因為這個 到時候我們直播 講 讓大家可以集資廣益一下 交流交流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如果你對這一次六週年活動 有什麼 有一些東西很想講 想要提早先講的話 那也可以在留言區 留 那也許我們可以在直播的時候 再拿出來 粗心一下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的 分析影片就算是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那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 就這樣子囉 掰掰 就好 一分 Arabia 很期待 哇 有 有